大家好,我是 Ray Ma 如果你又在找一隻高階一點 音質漂亮一點的眉線喇叭 接下來我們錄像出的影片很可能就適合了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Launch Party 不知道算不算是發佈會 因為真的很有靈魂的發佈活動 我們首先看Fender Audio Riff 這隻喇叭 整個設計跟我們上次提供的Fender Indio 2 都蠻不同 再仔細看這隻喇叭之前 我還想起Fender 品牌的藍牙喇叭 給我的感覺 它跟很多藍牙喇叭很死硬的重低音 有一些不同 它的調音相對就不是那麼死硬的重低音 給我的感覺在它的高音上會很清晰 它的分析力比較強 聽Band Music 的時候的人聲的張力 都是很remarkable 我們之前的Review 如果有興趣可以再看 但是這隻新的喇叭 當然我們今天主要先看它 我們先看看外觀設計 這次的喇叭只是一隻黑色 它亦一樣用到木質的音箱設計 還有在Panel 頂部 也有木質材料在這裡 上面這裡好像有Tremel Base 和Folio 有些印刷在這裡 應該是一粒仔 但它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它是不是真的一粒仔 它可以在這裡調整個Folio 所以是slide的 是slide的 對,大聲了 所以就不是按下去 按下去也可以 按下去,因為太多格數 所以它就很慢 但就不能顯示實際聲量 對,實際顯示就要下載 才能看到實際的音量 對,這次的功能 至於最重要的功能 這次新增到六個單元 一樣最高功率輸出有60W 至於機背這裡就是電源鍵 而且旁邊有USB-C充電 對,用USB-C 絕對非常之好 然後旁邊有3.5mm Aux-in 而特別針對規格 最後還有在藍牙連線方面 這次是有SBC和AAC連線 在旁邊有6.3mm 這個就是很特別的 因為這次Fender Rift 除了藍牙喇叭 還有有線輸入之外 還可以用6.3mm 去連接一些電子樂器 例如電子數碼琴 或者低音結他 它可以同時播出藍牙的聲音 再同時用電子樂器的輸入 同時用這個喇叭輸出 而在手機APP 中控制 可以獨立把藍牙的信員 和電子樂器的信員 兩個獨立分開去控制音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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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它的聲音我覺得適合 Metal 或者 Rock 的音 我記得它有一個新功能 就像一個 Amplifier 一樣 直接接駁一些電子數碼琴或者結他 你有沒有試過這個功能 有啊 有啊 它很方便的 我覺得很適合在家裏練結他 或者真的想有東西歌 如果我在上面彈東西又怎樣 或者我覺得很適合什麼 因為考試學生要練歌 拿著一本 Rock 文 要練很多歌去考試 你就可以拿你的喇叭 省了很多地方 你不用另外開電腦播歌 買到一隻 Amplifier 這個解決土地問題 然後一隻就做好了 還有它有一個最聰明的功能 就是它的 Source 音樂的 Volume 和結他的 Volume 是可以分開教大小 是兩個獨立的 我覺得這個設計就很聰明了 如果你的作品呢 我們想預期將來 可否有什麼新的方向 或者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啊 我們現在不斷把一些 Synth 的元素 或者一些 Loop 的元素 或者一些 Beat 的元素 加進去那些歌 那就挺好玩的 再不想規限在吉他 Bass 古人聲 這四個樂器上 想多探索新的聲音 私底下有期待 一會兒我現在假裝是聽完之後才做 很短的 一會兒 不用太大期待 好 謝謝 而關於 Fander Audio Riff 更多的技術規格 這次的喇叭有六個單元 總共的功率輸出是有60W 分別在全頻單元 高音單元 和被動的低音單元 Passive Surrever 都各有兩個 加上六個單元 而對比上次的 Indio 2 其實這次還新增一個功能 是 Room Correction Auto EQ Correction 它的 EQ 和音質輸出 會隨著喇叭的擺位 以及附近房間的環境 例如吸音或音波反射時的情況 它會透過收音咪 調查反射或環境 在音質輸出上做微調 這次亦有 IP54 基本的防淺水功能 最後在電池續航力上 這次的喇叭可以做到 完整充電放電 有三十小時的音樂播放時間 以及半小時充電 可以做到八小時的音樂播放 好了 這次在手機APP上的操作功能 好像在 Guitar Amp 和音樂信源輸出 兩個大小聲調教和更多功能操作 因為它們連了 Party Mode 我就未能拿到 Master 的手機 可以展示功能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按鈴鐺 有最新的深入評論 我們會更加仔細說 在喇叭的功能操作 很特別 以及很少見 所以值得一試 我們之後努力安排 最後這次的 Fender Audio Rift 在香港的定價會是$3680 我個人對喇叭最初步的觀感 最主要是聲音的音壓是很大 因為我們現場發佈會 其實都沒有數 為數幾十人 再加上比較空曠 會知道一個會場那麼大 雖然不是一隻 它用了 Party Mode 但它可以做到 Room Filling 以及整個 Area 都是很大聲的喇叭 甚至我現在要到外面拍片 避開一個聲音 去收音清一點 所以它的低音和音壓是很刺激 而且我在現場聽 也有靠近一點聽 是它的高音表現 它也有承傳上次 Indio 2 的感覺 在高音的分析力 而且特別對於層次複雜的音樂樂曲 它的高音不是很死硬的低音 然後蓋過高音 它仍然有很清晰的音樂表現 而且人聲都相對會比較出一些 現在這個表現是三隻喇叭 兩個input 這次的Fender Audio Riff 整個設計已經更改善 不知道大家會覺得 會喜歡那種很相當的 很多扭制和金屬感比較強烈 但它整個感覺會和諧 木系和圓潤一點 按鍵整個設計會更改善 和更改善 不知道大家會喜歡哪一隻 但我們之後都希望 努力安排深入review 可以播放我自己的playlist 還有再試一下 它的6.3mm Audio Input 在藍牙再加上 電子數碼琴的輸入 或者結他各樣的 一齊同步輸出的時候 效果是蠻特別的 今天我是看別人玩 自己來玩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第一時間有新片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 下次再見